回到来讯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的邀请到什么老朋友 也是好朋友 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那因为呢 一样连续第二天 我们公司有些人力上的问题 那所以的话 我今天跟这个云聪并没有视讯 OK好那所以呢 我们先前视讯的时候 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 我以为云聪是白面书生 我就帮你回了 我说是啊 是啊他是白面书生啊 那我现在是黑面老书生 你是白发书生 不是白发书生 白发书生 白发好 OK好 总而言之今天看不到云聪了 那我们呢 就专心的用声音呢 来为大家介绍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那我只好用描述的咯 因为我每次都很喜欢描述呢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啊 我觉得他们封面都设计的还蛮好的 可以透过一张照片或是图片 可以呢 这个很很有趣的 幽默的 精准的 这个点出他们想要谈的话题了 那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故事是什么呢 他在讲的是印度 India's Moment 这个印度的那个关键时刻来临了吗 这个然后你就看到呢 Modi也是一个白发老人 他就开了一辆他的塔塔车 像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印度的塔塔车 就很洋春那种车 开着就上天了 飞上天了 但是所以也因此你就看到他那个副标说 Will Modi blow it 所以呢 代表的是 接下来印度的经济一飞冲天吗 那但是问题是 这个Modi会搞砸他吗 是必须的事情看起来呢 在风中飘荡着 这个答案呢 到底是虚是实 OK好 所以呢 这一期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要讲 印度的经济的哪一部分是全面性的吗 还是在讲车子啊 今年以来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普丁跑去打乌克兰 所以新闻都跟俄乌战争有关 那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啦 专关注的是中国啦 但这一期他把焦点放到英国来 英国 印度 对不起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看起来2022年 印度会是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大经济体群 而且看起来未来这十年的前景 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 看起来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 应该会在六七%以上 那这样子听起来事实上有超中赶美 因为美国在今年状况很不好嘛 他虽然说有比以前好一点了啦 但因为他通膨状况太严重了 那中国大陆他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的风控太严重了 他并不是疫情严重 他的风控太严重了 所以他的现在目前能够保五都很难了 对不对 印度就一枝独秀 所以经济全员就把这一期的焦点转到印度来 那事实上印度也 目前看起来也说要好 老实说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尤其你看过去这三年 他的疫情一度很严重啦 对对 其实很多状况也还是蛮糟的 你看疫情 疫情死亡的人数啊 你知道印度因为人口太多太大 很多就算确诊也没有通报的问题的这个条件 所以他们也只能用初估的 估计印度死亡的人数啊 高达220万 到970万 你看中间这个差距有多大 真的是耶 天哪 970万就接近千万了耶 对对 所以总之印度的疫情相对也是严重的 那也因此 所以其实经济整个衰退了 将近有四分之一 那也同时造成的印度史上 可能近代很罕见的所谓的国内大迁徙 什么迁徙呢 就原本离乡背景到城市到新德里啦 某马那些大都市讨生活的 就回到自己的家乡 对对对回到自己家乡 这跟中国大陆蛮像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印度在过去疫情期间 所遭受到巨大的冲击 这还只是人祸加上天灾 那天灾其实还有印度北部最近 大家有看到新闻 受热浪袭击 其实也是数以千万人受到影响 对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大家都在关心疫情 疫情都只讲COVID-19 事实上对印度来说 它的疫情好多种 在这个疫情的同时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在去年还是前年 有另外一种叫黑什么病的 其实因为他们地方热 然后再加上整个的疫情导致的医疗早就已经崩溃了 所以他们其他的一些疾病 其实也还蛮严重的 没错 可是你这样讲 我又想起来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刚刚讲说他可能到达6% 7%的经济成长率 搞不好因为是因为前两年 激期太低 这是原因之一 没有错 所以经济学员其实说 刚刚讲都是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到的坏消息 跟不好的新闻 可是经济学员请给大家 可以仔细看一下 因为印度这几年来 其实同时在经济上 有一股正向的力量 正在向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印度在这种正向力量 过程中看到它的科技正在跃进 它的所得正在改善 那当然了 他说这个叫做一种不确定的崛起 我称之为不确定的崛起 因为其实这几年当中 好消息一下好 一下子坏消息 一下子说他可能是下一个中国 但是一下子又说 其实印度的人口 算是一个定时炸弹 因为他未必能够创造 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养 刚刚的这一些 理想背景 想要出来讨生活的年轻人 对而且印度的贫富差距 是真的很大 都不用讲说 他已经所谓废掉的 总性制度是上 说是废实质上 并没有完全的废 而且在当他的封面故事里面 虽然这个Modi 架着一副像塔塔的电动车 飞上天 但他底下的那几辆车子 破的破车窗被打破的 然后看起来爆胎的 然后非常的老爷车的 代表的是印度贫穷的人口 还是非常的惊人的 没错 而且之前我们聊过 印度巨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奈米型的企业 小型的企业 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蓬勃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 政治人物跟很多地方官员 为了要保护这些 这些奈米级的 这些小型的企业 所以其实大企业要去 都非常的困难 就外资跟外伤 对 所以这是他过去 一直受到的 当然Modi一直希望能够 引进美国的大企业 欧洲的大企业 中国的大企业 亚洲其他国家的大企业去 可是其实一下子欢迎 一下子又不欢迎 一下子 所以这个其实是 印度过去时 一直有的挣扎 不过重点是 重点是 经济权利说 在疫情 渐渐的要结束的当下 你可以看到 有一种新的经济成长模式 在印度出现了 而这个新的成长模式 跟过去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怎么样不一样呢 关键在于科技 就是政府现在 有多管齐下的 希望加速应补的 这个科技的强项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印度很多科学人才 很多工程师 那现在的印度Modi 正在积极的 从国家发钱 去投资所谓的数位服务 数位服务包括数位资分证 包括数位支付 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的印度 因为它各种的 从政治到科技的使用 其实都相对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造成其实印度很多的 所谓的地下经济 非常的蓬勃 那地下经济 因为缺乏透明 因为缺乏更有效率的管理 所以造成的结果 其实不管是政府的税收上的损失 还是企业的整定 跟大型有规模的发展 其实都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他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服务的投资 跟投入 来改善这个现象 OK 那还有呢 这个是Modi在数位上 积极投入的一件事情 那在总体环境来说 其实也对印度非常有利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IT业 现在人才需求恐急 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像印度一样 一年可以产出将近50万的软体电脑工程师 所以这个其实是经济学院认为 印度在接下来的全球科技战中 有机会站到前面去 然后也借由这个科技呢 让总体经济可以进一步跃升的条件 可是你刚刚讲IT产业的工程师 他们留得住人才吗 我觉得全世界好多 尤其美国不用讲了 矽谷矽谷的话呢 其实他真正的 我看有一半以上吧 这个软体工程师 很多都是来自于印度 所以对于印度自己本身的IT工程师 还有这么的多 可以让他们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继续的起飞 其实非常多的 其实包括莫吉就任以来 其实印度也已经很多的 所谓的如果用台湾话叫什么 归于返乡吗 不要忘了在川普时代 其实对于外国 尤其像这种有色人种 有肤色的外国科技人才 其实是不欢迎的 所以其实在美国 有很多的这个科技 印度的科技人才 回流到印度 因为这样印度政府 给他们很多的奖励 很大的鼓励 这些人其实有一些是 的确是在回去的 那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 不要忘了印度本来也就是一个 人口非常庞大的国家 是啊 那就像中国一样 这个未来内需市场 如果总体的中央阶级的收入改善 它当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市场 远远比什么美国 欧洲 这些相对成熟的市场又搞头 当然 印度还有其他的条件 经济学院另外还点出了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再生能源产业 因为以太阳能来说 印度的装置比例是全球排名第三的 制造业也是现在正在激起中 当然目标想要取代中国 可是当然短期间是不太可能 像韩国中国来得这么强的 所以这个其实 制造业虽然也是它重要的方向 其实这几年它一直想要 在中美的角力当中取得渔翁之力 的确也有一些斩获 不过短期间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对啊对啊 像包括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像当时鸿海在美中的战略大对峙 然后打架打到不亦乐乎的时候 夹在中间的很多海商只好转移阵地 对不对 转移阵地就像鸿海就到了印度去 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如果说像经济学院杂志所分析的 不管是在数位服务业 在这个IT产业 在再生能源 在制造业都这么好的话 那为什么呢 它会用这个一语双关的觉得说 担心说Modi会不会搞砸它呢 没错 因为这个最大的风险是 如果Modi的这个方向是 让老百姓跟让企业觉得 我未来是有希望的 其实就更加让Modi 以及他所属的政党更加大权的在握 那更加大权在握 其实对于很多民主国家来说 都不见得是好事的啦 包括金选说 你看他的决策品质可能就会下降 然后他几个关键的议题 就不见得那么容易妥协 最典型当然就是 例如跟伊斯兰 回教徒之间的冲突 就一样就在政治上面的比较民粹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然后你看如果跟 跟回教之间的冲突升高 也意味着暴力事件会再增加 这里一个炸弹 那里一个冲突 其实这个会倒过来 也会让外资却步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Modi 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 他要怎么样继续的让 定住自己的气内的人才跟企业 觉得值得投入 那二方面呢 也让外国的人才 外国的资金觉得 Modi你还算民主 你还算开放 你的角色品质 并没有因为你大权在握之后 你就变了个样子 那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存在 OK 所以最后经济旋律是说 如果成功的话 那他将会西方 将会对西方企业来说 当然一个很有意义的 一个大市场 因为否则现在 他只看中国 对啊对啊 如果可以取代中国的 当然很棒 那就全球科技业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的人才库 嗯哼嗯哼 所以他同样会是个大工厂 也是一个大市场就是了 对对对 好我们休息了再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来讯时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 OK好 那这个印度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如同呢 我们刚刚讲的啊 这个像泡泡 不叫像泡泡 呃就是像一个美梦一样啊 这个越吹越大 但或者说 它会像一个泡泡一样的 一吹就破呢 事实上呃破的泡泡 可能不只是啊 大家担忧这个印度的经济 是不是如同我们刚刚聊聊的啊 它可以往好的方向走 事实上的全球的数位科技啊 目前呢似乎也有呢 泡沫化的嫌疑 或是若干的迹象展现啊 那到底是什么 谈的是哪些部分 所以那经济学人杂志 接下来要聊的是这一个 他讲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吗 呃是啊 他那个你说什么爆破之嫌 是吧 没有啊 经济学人的标题直接叫 泡泡 啊真的啊 就就破了 就就破了啊 好呃 这一期如果大家对于呃 最近的科技股的总体的呃 下跌的状况 想要进一步的完整的了解 推荐大家看这篇文章 因为他蛮全面的呃 帮大家整理了呃 全球的科技概念股 以及新创企业呃 呃最新的状况啊 嗯嗯嗯 从经济学人的的资料看起来 呃 这一波基本上说是全面性的爆破 全面性的爆破 为什么说全面性 那经济学人一一的帮大家解释啊 首先第一个 当然是大家很关心 也很熟悉的所谓的妈妈概念股 啊 Microsoft 呃 Amazon 呃 Alphabet Meta 这是比较大的公司 总体来说 这家公司 这些股价在短整这段时间 从11月以来 就跌掉了三分之一 嗯 跌掉了三分之一 这还是很强的公司哦 嗯 但如果是比较 如果涵盖面广一点 经济学人引用的是 经济学人引用的是MDST 也就是纳斯达克 前一百大的科技公司 嗯 从11月以来 整个市值总共衰退了2.8兆 嗯 2.8兆就这样就这样蒸发了 嗯 当然其实你如果 我当然觉得这个市值啊 有高有低 刚刚讲硬度 它因为机器低 所以现在未来 弹起来感觉会比较高 那这个市值可能其实也是过去 超涨了太多 所以现在往下修正 其实不见得需要太大惊小怪 不过这个幅度之大的确是 过去这几年非常罕见的 非常罕见的 因为这个幅度大 不只是影响到的是上市公司 因为它其实会影响到的是 接下来很多的新创 以及刚开始要IPO 刚开始要拙起的 这些比较新的企业 举个例子来说 其实在这波受伤更严重的 就是那几家很受瞩目的新 刚刚打IPO的公司 像Robinhood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平台 股价重挫了百分之八成 百分之八十 然后做那个运动器材的 那个Plantin Plantin也跌掉了九成 也跌掉了九成 可是你刚才讲 Robinhood它会不会也会有点像是 那几个所谓的尖牙股跟妈妈股一样 因为它那段时间散户大集结 有点像是复仇者联盟的感觉 就是说等于在股市的主流之外 突然有一个非主流的集结了 所有的散户突然之间逆势上冲 我觉得它也是冲太快了 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当它话题失去热度了 或是某个部分本来就有点先天 不是那么凉的关系 所以它才往下修正呢 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啦 不过最主要的 其实你从这一波的趋势看起来 这些刚刚IPO没多久的公司 毕竟成立的时间都比较短 他们的商业模式虽然一度受到肯定 但是其实也还是在摸索 所以这波的疫情前后市场的变化这么的大 资金这么的多 对 做跑步机那个Plantin就最典型啊 Robinhood之前大家没事在家炒股票 那现在大家纷纷回去上班回去上学了之后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受到挑战 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修正 不过这个幅度也太大了 也太大了 那所以总体而言不止刚刚讲的这两家 新IPO股啊 就是刚刚IPO没多久的 其实今年以来平均跌掉了四成 跌掉了四成 所以这直接影响到的 为什么要注意这些数字呢 因为接下来有很多公司要准备排队上IPO啊 或者IPO之前还有更多的公司准备正在募资 A轮B轮C轮啊 所以如果你总体的大的上市公司 科技股表现不好 其实连带也会影响到投资人 把资金投入这些公司的意愿 这也是为什么IPO 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做比较 去年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2021年的1到4月 在美国IPO的公司总共有150家 150家 其实当然大部分都是科技股啊 但今年1到4月 同一段时间只剩下30家 剩下五分之一而已了 那当然过去很红的 包括台湾有去上市的 透过就不是一般的IPO 而是所谓的SPAC 逆向上市的股概念 2018年以来 其实只有三分之一找到对象 比如说因为这些SPAC 他们当时还没有找到 还没有任何的公司 就只有一笔钱 对这我们聊过 对对对 他提供上市公司一个壳嘛 让他好上市嘛 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壳呢 到底说在IPO之后 要赶快的找到对象 他现在也很惨啊 对现在就三分之一找到对象啊 然后就算找到 也不见得有好结果 因为经营学人说 他就去找出 找到对象的25家规模最大的 结果呢 找到对象之后又怎么样 市值啊 今年以来也跌掉了腰斩以上 就跌了56% 就他帮你很快的上市 但上市之后呢 也没这么好下场就是了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讲的话 他有没有一个 是一个共同性的 或是一个大环境性的 一个客观性的因素 所导致 不管是跨国的大企业的妈妈股也好 或者是新上市的IPO的也好 就同样面临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一个资金退潮 这段时间开始 就紧缩嘛 这个就是紧缩 然后呢开始升息 我觉得这一定是有关吧 没错 当然有关啊 所以其实 这波是最像向下修正的幅度 这么厉害 其实往前推 还是要 还是跟过去这两年的疯狂飙涨 大家一头热 有其最直接的关系啊 经营学人说 过去的涨 第一个当然就是跟疫情有关嘛 你看疫情创造了这么多 对科技的需求 产生了这么多对科技的幻想跟梦想 所以当然自然就把这些股价给推高 再来第二个 在资金面 你看政府一直砸钱 纾困 当然就造成很多的家庭 它竟然没有出门花别的钱 所以在网路上的花费 在科技电子上的花费 也就在增加 所以造成庞大的这个需求 这庞大的需求 就直接反映在他们的股价上 但这个一旦疫情退去 纾困金用完 这个需求自然就震发了 但再何况 原本我们都知道 美国即便是疫情 不是叫即便是疫情 在疫情期间 它是维持非常宽松的低利率 的货币环境 但是现在利率正在涨 通膨正在挤压大家的收入 所以资金的紧迫性 对家庭对企业来说 其实都是在提高的 那因素不用大家说 俄乌战争 通膨 升息 其实都是现在 这一波的科技股 大家受创会这么严重的 重要的原因 OK 那这个其实 我们刚刚讲 其实未上市的这些新创 也是受到此与之恙的 所以未上市的也是 当然 因为大家都发现 利息跟通膨 这样的状况 看起来不是很妙 资金当然往比较安全的方向去走 所以你看2021年的话 总共这些新创公司 未上市的话 它可以募到6300亿 但是今年第一季 全程衰退的两成 是2012年以来单季最大的衰退 那当然连带的 还有我们没有时间聊到的 比特币 以太币 NFT 这些叫 数位货币 过去这几天 这一两个礼拜 我看上个礼拜五 那礼拜四的时候 那个什么Coinbase 哇 也是暴跌 我本来以为 这一期经济学院会有 不过我相信它可能 下一期会有 也许可以聊一下 所以在它的讲法当中的话 不看好都是从目前看起来 随着疫情可能 慢慢的会去缓和之后 连加密货币的狂潮 也会开始出现一些下修 那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不过经济学院它比较focus 还是科技概念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仔细看 虽然总体而言 是科技泡沫爆破的状况 但是实际上你得仔细看 还是有不同的产业 跟不同企业的规模 受创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还是有一些 比方说第一个 基本面好的公司 相对是抗跌的 哪一些基本面看好呢 首先例如云端 因为云端现在看起来 是相对成熟的 而且不管有没有疫情 需求都是在增加的 所以亚马逊 微软 Alphabet这三家的 云端的销售 其实都成长了三成以上 另外像Intel Intel也是相对抗跌的 它股价只跌了13% 而IBM反而是逆向 上涨了12% 它提供服务 所以相较于2000年的那一波 网路.com泡沫 金玄提醒大家 这一波跟上一波 如果说都是泡沫破灭的话 其实本质上有一些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 财力上不一样 因为当年很多的.com 其实一直在烧钱 一直在烧钱 但是现在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 妈妈干一股 手上都现金满满的 Apple Meta 其实手上都很多的钱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前景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一波的科技业 以上讲的这些 其实即便是Robinhood 即便是Plantern 股价跌了很凶 没错 商业模式受到挑战 没有错 但是基本面 都还是有基本的需求 跟实力的 不像当年的.com 画了个大饼 其实完全没有销售的收入 刚刚讲的这些公司 在疫情当中 都是有实际消费者花钱 他有实际收到钱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技能 所以换言之 如果他可以在商业模式上 进一步做调整 公司体质上 度过的这一关 也许未来还是有可闻的 不会像上一波那样 倒的乱七八糟 造成整个股市 整个科技概念 一下子拖累了好几年 OK好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他可能会有一些泡沫 但他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 还要看你自己本身的 这个公司的体质 还要看你着重在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非常长期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 十年二十年间 不会变得趋势 或者说他只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暴涨 然后之后的话 很快的就回去了 对刚讲的是好了 如果都坏的话 那就不见得妙 所以经济学院总体来说 最后一个提醒 底部可能还会到 因为未来如果进一步升级 那些投机概念的科技股 那些体质不好的新创公司 其实还会更快 嗯嗯 OK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现场 好回到南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那接下来聊的 总而言之 我觉得现在的话 整个的局势 非常的变动 那这个变动 先前的话 疫情来是一个大变数 疫情要走 也是一个大变数 那哪些变 哪些不变 那我想对我们的生活模式来说 对我们职场当中 公布的方式来说呢 也在疫情期间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这个话题 叫做企业的新监控时代来临 我刚才在问你那种说 新监控时代 所以意思代表的是 是不是因为最近 我看这个最近美国特别明显了 这个美国因为地方大嘛 那疫情的心情也最严重 所以很多人呢 都改成远距上班 那现在疫情呢 即将要过去了 或者他们至少是跟病毒共存了 就他们现在好多好多的调查 都在问说 你愿意回来上班吗 结果呢 几乎所有的民调都告诉 这些企业老板说 有五成以上的都不愿意回去上班 而且我看过那个 更细致的 这个民调还问你说 那如果减薪百分之五 你愿不愿意 愿意愿意愿意 就老板愿不愿意让你回家上班 他们减薪百分之五也愿意让 他要 就是说我宁愿减薪百分之五 我也要回家上班 不是还有那种说 我宁愿不要 全年特休 我都愿意牺牲 然后甚至说 我还可以牺牲四分之一的薪水的也有 我也要回家上班 所以呢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就要求在家上班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老板就决定说 好 如果你愿意远距上班 我用电脑监控你哦 没有开玩笑 结果答案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 宇宙跟我们讲一个 另外一个概念 为什么企业的新监控时代来临 没有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其实同样的 因为企业的监控不是新闻 不是经验才开始 我记得我们的节目也都聊过 像在疫情之前 很多有些企业 其实本来就已经在监控大家的电脑荧幕 一些大公司 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你在公司的电脑荧幕 不是你的电脑荧幕 你在公司的电话也不是你的电话 你的email信箱也不是你的信箱 甚至连空间都不是你的空间 有监视器在监视你的行动 然后甚至我们上次聊的话题是 那个识别证 识别证也可以来监控你 你在位置上的时间多久 你去查水间的时间多久 你去上厕所的时间多久 有些更急事的 还有隐藏式的麦克风据说 其实也可以在监控你 到底在想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科技也越来越进步 它可以透过你说 那反正我可以弄个假人 反正大家都开玩笑讲 否则说我先做个照片 去定个放在这里 我告诉你 它会连你什么眨眼的速度 多久 你眼睛飘向左上角 右下角什么地方 它都可以依照这个来 来去研判你 说到底是不是在现场 够专注 够不够专注 它都可以想办法去监控 没错 而且这个状况 也因为过去这两年 疫情期间 线上Working from home 更多人 所以也是让更多的企业 现在更名正言顺的 采用各种的监控的软体 所以经济学人给我们的数字 它说在前疫情时代 大概美国有10%的企业 使用这种 Spyware 也是监控软体 现在在美国已经有 60%在使用 另外有17%正在考虑中 所以换言之 可能在三年以后 这个数字会有高达70%的 美国企业 有在使用这种Spyware 在监控上班中 或者在翘班中的员工 对啊 不晓得 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因素 加进来之后 他们再做一个民调 就你宁愿在家上班 享受一个 由你自己去一个自主的空间 自主的时间的一种上班环境 但是同时你可能要被监控 他们知道会选择什么 其实很难讲 因为其实以现在的这个软体 就算回到公司 也是同样的监控环境 因为公司的电脑 企业如果愿意 他还是可以透过像Google Workspace 微软的Teams 等等 其实可以记录你的时间 记录你的活动 你有多少时间是在上班的 在开会的 然后在跟客户联系的 然后在写paper的 在提案的 在写email的等等 其实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 当然了 如果回到公司 又更多一个识别证 也许是随时跟在你身边 记录你的活动 即是你的录音 所以你当然又更 逃无可逃 而企业要这么做 老实说也有合理的理由 可以为了 为了你的安全 对不对 然后为了 为了效率 对不对 所以现在其实包括客服 本来就会监听 为了你的服务品质 等等 再加上现在很多企业 不是讲究什么社会责任吗 然后这个要更透明化吗 所以其实法尊的要求 也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企业说 我为了怕 又是像金融业 我怕你们这个无鬼搬运 把客户的钱搬走 所以我某种的监控是有必要的 所以意思是说 其实企业要采用这种spyware 是有合理的理由 尤其你才能讲 网络诈骗 钓鱼 这么多 你万一员工随便收了一个email 没注意到 整个公司的木码图成 就被木码进来了 也有这种状况发生了 对啊 所以政府其实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就干脆立法禁止 这个企业 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因为企业它言之成理 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说 好你要监控可以 所以你要让员工知道 所以纽约最近通过一个新法案 说企业要监控可以 可是依法必须明确的先告示员工 德拉瓦啦 康乃迪克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法律 告知要告知到多细 就是我用什么方式监控你吗 我监控你 但是你自己去找 我在哪里监控你 是这个意思吗 这我刚刚要讲的 但是说 我觉得反映出来就是 现在劳资双方的不信任关系 我觉得是不是透过科技的原因 因为越方便 也因此越想要去防 却又防不身防 是但其实这个 你不要说防 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说 它的确有 例如它的 像智慧菜山圈的保护等等 我觉得某种程度的监控 是合理的 但问题在于 第一个会不会被企业滥用 被企业滥用 再来第二个 你会不会进而 因为对很多员工来说 尤其现在working from home 你要怎么去切个公寓丝 公寓丝 那其实无形中 就形成员工更大的压力 再加上这些软体 这些使用 例如AI的使用 它目前为止 并不是百分之百那么准确的 比方说 现在其实美国这些spyware 会用AI的脸部辨识 来研判跟分析 你这个员工 你的表情 一直在专注工作 还是在追剧 还是在干嘛 但是这个研判 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所以换一次你会错杀 错杀的 比方说他如果透过你眼神好了 那搞不好有些人就斗鸡眼啊 有些人就眼睛 突然他就固定往右边看啊 有些人就会 总是会有一些情形 会出现一些错误就是了 而且就算有些软体他还会监控说 这个员工现在正在吃东西 不专心 那那个软体呢 有些软体还会自动的 有一个警示 警示他的主管 让他主管要来看 注意这个人 所以这个从管理跟效率的角度来说 当然无可厚非 可是呢 人都有 都有想要偷懒的时候 所以你看如果这种使用方式 只要有一点点不当 很容易引起员工的反弹 所以其实就统计来说 其实是很多反弹的case 正在增加 这个其实是未来在使用 这些监控软体的时候 要去注意的 OK好 所以这是一个在疫情时代过后 这个新的两难 跟新的劳资之间的叠对叠 我们休学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接着和沈云聪 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最后的三分钟 我们来聊一个话题 就是公社管理员工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尤其还要达到他的绩效 达到他的目标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 很振奋人心的管理口号 或者比较魔音传脑的 让大家可以非常的知道 我们公司要往哪里走 对不对 口号 很多公司 以前都会先喊口号 再上班 对不对 有些好像还会这样子 另外一点时间 聊个轻松的话题 因为我们现在来上班 然后你看一些管理的书 或者看一些老板的演讲 其实有一些管理上的名词 常常会出现的 但是出现久了 其实反而让大家觉得很麻痹 不知道要怎么去看的这些名词 例如创新 这些创新很重要 例如合作 合作也很重要 要有目标 目标也很重要 目标管理 然后永续 弹性 这都很常见的管理名词 所以金玄这一期有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就帮大家探讨了一下 这些常见的名词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有问题 可是说不是个所以然 那这篇文章帮你说是个所以然 因为这些问题 为什么这几个其实听起来都很理所当然 因为你怎么去说不呢 对不对 创新怎么会不重要呢 合作怎么会不重要呢 目标怎么会不重要呢 永续怎么会不重要 对不对 但问题在于这些名词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讲一直在讲 讲到最后其实他定义还是不明的 还是不明的 你说永续好了 这个很热门的话题 但什么叫永续 什么叫永续 创新好了 什么叫创新 什么样程度的创新才是正确的创新 因为经济学院就举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常常很多企业为了创新而创新 结果就创新过头了 反而创造出消费者不喜欢的东西 OK 再来更重要的是在管理上 过度创新的公司 员工的离职率反而更高 有这样子吗 OK 永远都在滚动中就是了 对高度的压力 长时间的工作 不断的被被迫要求创新创新 其实永续跟我很容易受不了的 再来 合作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陷阱 谁不喜欢合作 那问题是 第一个合作也许也就意味着 你可能要常常开会开要去 对 再来可能意味着 你常常email要写到手软 因为要合作 就很多人 然后你要从此息息给很多人 这个有一句话 那个有一句话 你都要去回答 因为不回答代表你没有什么对精神 不合作 所以回答的结果 合作的结果 我们把自己给累死 而且呢 也因为很多人 人多口杂 最后啊 要么效率很低落 很难成事 或者责任的分担 我觉得到最后也很难归属 对 他就特别点到你刚刚讲的 不公平嘛 责任的分担就是很难去归属 目标其实也是一样 目标当然说的很好听 可是问题是 不同的部门的人 目标不一定一样啊 不同角色的员工目标不一样 所以很讨厌 所以其实大家有兴趣 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聊太多 大家可以找这篇文章来看 我觉得可以帮你出一口气 如果你讨厌这些话 但是如果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主管们 跟老板们 以后接下来不晓得怎么讲话才好了 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好像都是呢 被讲到说呢 在管理学上太长重复的口号 对 今天其实最后 他这个问题有提醒啊 就是因为这些名词 本质上其实就是定义模糊的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去注意到 就是其实要把它讲清楚 把它具体化 对对对对 OK好 今天非常谢谢陈英聪 来跟我们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谢谢啦 谢谢 OK拜拜 拜拜